第五十四届金马奖获奖名单揭晓 最佳影片由嘉年华斋德 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 分别由百度人中的金城武 和川流之岛中的隐形获得 床间 报社采访我 我就是把情况如实给说了嘛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女儿说的话 你是不是犯过事 给我说说呗 来这个地方过二十几年呢 我什么没见过 我让你去 让你去 你呀 你留下来 晓雯 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回家吗